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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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白衍妮 是我 我是唐瑾云 你 敬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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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鱼 我回来了 书莹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你还有我呢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我在呢 我一直在等你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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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你啊 爸爸也想你 以后你在哪儿 我们就在哪儿 和家人在一起 比什么都重要 这是你曾经跟我说的 再坚强的男人 也需要一个温暖的怀抱 你辛苦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这也是曾经你跟我说的 不哭了 不哭了 爸爸抱 你 爸爸抱 不是 你 你 宝宝宝 别怕 来 我们起来好不好 别坐地上 来 来 让你受委屈了 以后有需要我们的地方 尽管跟我们说 好 你干嘛 我们的关系 不是纯洁的革命友谊的关系吗 你闭嘴 有件事情我想问你 什么事 第一次在树林里要杀我的人 就是你吧 刚才 我闻到你身上的香水味就知道是你了 对不起 锦云他不知道这件事 我没有告诉他 当时我真是婚了他 我也很后悔 其实我也曾经跟你一样 也做了很多措施 走了很多弯路 那个时候 我甚至觉得 活着都没有意思 你是不是因为遇见了唐景云 才有了转变 也不完全是 最主要的 我找到了自己的信仰 人一旦没有信仰 就好像没有主心骨一样 坐也坐不稳 站也站不直 又怎么会有快乐呢 走吧 锦云 老婆 我一会儿想带你去看看咱妈 好 可是你身体怎么样 医生说你还要静养一段时间 我没关系 还撑得住 一会儿等安安醒了 我就带你们过去 好 好 妈 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帮您 还有被欺压的人 套回一个公道 静云 这次我跟他们去朝鲜 一路上听老王他们聊了很多 他们对曹乐生 有不一样的看法 他们还说什么 曹乐生之所以在江城 可以横行霸道 靠的是有贪官无力 在背后支持他 其实我们最大的敌人 不是曹乐生和四海商会 而是国民党的腐败政权 唐景云已经放出话来 说只要他出院 会继续找我们的麻烦 会长 我看他是不会善把甘休的 老子也没耐心陪他玩了 刚才姚副市长打来电话 说南京要派特派员来 最近咱们不要出什么乱子 会长您的意思是 他不是病了吗 就让他病死好了 把这花板放在这儿 这边 对对对 这边 好 你把这个横幅啊 左上角那边老了 好 好 来来来 你把这个给我铺平了啊 铺平了 那边还有 局长 南京的特派员 你和李副局长 去火车站迎接一下 特派员 哪位特派员 这边招待 峰山 是 咱们 公公公 咱们 来 连冬 啊 我 我 来 你慢点 淑英姐 又要辛苦你了 这没什么 安安 去佩玲妈妈那儿玩好不好呀 好 佩玲 安安就拜托你了 淑英姐 你太客气了 你就安心地照顾唐大哥吧 好 安安 跟佩玲妈妈走喽 好呀 跟妈妈再见 妈妈再见 再见 安安 走了淑英姐 走吧 慢点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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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n 中文字幕——YK 张秘书 欢迎 欢迎 一路辛苦 宋特派员呢 宋长官已经搭乘飞机 提前抵达江城了 宋长官为什么提前来江城呢 这个我也不清楚 就是嘛 你也别多问了 张秘书 请 来 首队 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怕 我是宋明 穿上衣服跟我走 你不用紧张 我不会让你再回五道会了 谢老爷子 我一直把你和雨婷 当作亲生女儿看待 做父亲的人 总该明白 女大不中留的道理 雨婷她也来江城了吗 我想见见她 我找你来 是有一件事情要和你商量 什么事 我要你离开唐景云 为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唐景云自从遇到了你 就再也没有安身的日子了 她遭受的所有磨难 都是因你而起 这就是 灭缘 是你害得我儿子有家不能回 现在逃到江城了 你是杨七的女儿 我们唐家不要你 我们唐家不要你 不 我不会离开她 我只要知道我爱她 她也爱我 这些就足够了 你和她就不应该在一起 如果你愿意听的话 我可以给你讲个故事 不过这个故事 很残酷 你的父亲杨七还活着 你想知道她在哪儿吗 会长 出什么事了 行动失败了 唐景云还活着 她被人带走了 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那就让她多活几天吧 可是会长 这唐景云绝非等闲之辈 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喂 什么 特派员已经到了 他是什么来头啊 大老虎 大老虎 他以为他是谁啊 武松吗 你马上去姚副市长押一趟 给他送点零花去 顺便探探口风 是 大老虎 宋明 坐 宋长官 你干嘛要带我来这里 你不用叫我宋长官 我比你虚长两岁 叫我宋哥就行了 我来江城呢 是打老虎的 江城有不少大老虎 他们无一例外都和商会有勾结 我们都很清楚 这些商会实际上就是黑社会 他们充当着腐败官员的羽衣 沆穴以弃为虎作伤 想要打击黑恶势力 就要先拔掉他们的羽衣 你是想从曹乐生和四海商会入手 聪明 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 我找你是帮我打击黑恶势力 我就是一个刚复职的小职员 你也太高看我了 在南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 你是江城的城市英雄 有很深的群众基础 但凭这一点 很多人都比不上你 包括警察局局长 影响力也分好坏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支持我 那是因为你缺少强有力的后盾 我来江城就是给你送后盾 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希望你能出任特别行动组组长 你说的这些事情 我之前都尝试过 可是到最后都是一败涂地 那是因为你的方法策略有问题 这个人一定是曹乐生派来 刺杀唐锦勇的 没有足够的证据 不要妄下结论 老魏呀 你我都知道曹乐生是什么样的人 就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除了他呀 还能有谁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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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有没有特派员的消息 都找遍了 没有啊 张秘书那里也是一问三不知 局长 我感觉好像在隐藏什么呀 奇怪了 唐锦云失踪了 送特派员也不知道去向 这四个人 就这儿 好 请吧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是 这里是我专门为特别行动组准备的 很安全 旁边还有医护室 负责你的身体健康 行动组有多少人 刚才你都看见了 算上我不到十个人 四海商会 怎么着也有五千人 但是警察局里到处都是他们的眼线 我不能相信他们 杜少杰可以信任 我很了解他 杜少杰也和商会有瓜葛 暂时不要惊动他 对了 还有一个人你要认识一下 他是我安插在四海商会的眼线 出来吧 百灵 姚市政 这个是上个月的分红 一共是五万美元 什么事情说吧 听说 南京来的特派员已经到了江城 我们是不是该做些准备 不用 他们只是走个过程而已 我听说 那特派员是蒋公子钦点的 蒋公子 那就更不病 蒋公子是什么人啊 还打老虎 难不成要把蒋宋孔臣统统打掉吗 这大水可不能冲了龙王庙啊 想不到这样一个小孩竟是你们的仙人 正是因为他年纪小 眼睛天真无邪 有一副好嗓子 曹乐生才不会怀疑他 这样做会不会太危险了 你可不要小看他 他见过的世面可不少 去年九月 我送他去中央警校 参加为期三个月的特殊培训 结果他以第一名的身份 通过了各项特殊考试 厉害 我上警校的时候也经常拿第一 不过都是倒数第一 唐警员 你要是想拿第一 应该没人拦得住你 你调查过我 办事不用外人 用人必先知人 曾文正公的用人之道 我一直紧急在心 大家都错吧 白零 给你的资料都判完了吗 看完了 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阿尔卡彭策略 是击败曹乐生 唯一可行的方法 什么是阿尔卡彭策略 阿尔卡彭 是美国芝加哥黑手党教父 美国警方为了逮捕他 采取了极为特殊的策略 就是用容易定罪的罪名 起诉那些犯有重大罪行 却又证据不足的嫌疑人 阿尔卡彭的罪名是什么 隐瞒收入 偷税漏税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罪行 起诉曹乐生 只要把他投入监狱 他的组织就会发生内乱 以他为核心的腐败关系法 就会不攻自破 我调查了很久 但还是没有有力的证据 你的方向错了 调查的主要 不应该是曹乐生 我们应该先从 姚副市场开始 姚中国自以为是政府高官 所以就可以高准无忧 他的防备肯定不如曹乐生 只要我们能找到关联证据 就可以给曹乐生定罪 法律失效 金钱作祟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我来了 我就是法律 请 请留步 回应可起 去 白玲 姚中国那边有什么新发现 姚中国虽然是个大贪官 但是对外却表现出一副 轻正连结的样子 至今还住在 租类的房子里 房子也不大 我去过几次 没有什么发现 他贪污了那么多钱 肯定不会把钱 放在一个地方 他有一个情夫家阿慧 以前在新世界 做过歌女 是曹乐生介绍 他们认识的 有一次在酒席上 曹乐生喝多了 说阿慧是姚中国的 财政部长 姚中国并没有否认 所以我就怀疑 是阿慧在帮姚中国 处理赡款 我保管好啊 放心 起来 后来我调查过阿慧 他可能还有别的情人 至于是什么人 我还没有查清楚 看来这个阿慧 对姚中国没有那么忠心 我觉得这是个方向 我们就从阿慧入手 从内部瓦解他们 嗯 等等 只要你离开唐景云 雨婷 就可以回到你身边 你和武道会的关系 也会就此终结 这些不都是你想要的吗 你好好考虑一下 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你去哪儿了 我认识了一位新朋友 介绍给你 小月 宋明 你们俩认识啊 ớv 绽约 绽约 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宋明曾经是我的未婚妇 那你们聊啊 宋哥你不用回避 你也坐下吧 宋哥 我老婆让你坐 你就坐下来聊会儿吧 你真的想听 我跟他之间的事情 我真的很想了解 其实事情说起来 也很简单 在我十岁那年 我父亲不告而别 音讯全无 为了生存下去 我的母亲 嫁给了村里的大户 杨静宝 又给他生了一个女儿 就是我的妹妹 杨语婷 怪不得你比你的妹妹 大这么多 我继父带我很好 常常带我去见 他的好朋友 他跟宋家庄的宋仁善 是至交好友 宋仁善 就是宋哥的父亲 是 也可以说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算是青梅竹马 在我十七岁那年 我继父替我做主 向宋家提亲 我们就有了婚约 可是随后就赶上了战乱 宋哥一家逃亡了 不知去想 我的父母 为乱兵打死 全部家陈 也被军阀枪走了 是的 当时我们一路下南逃亡 但是由于路上的条件 实在太艰苦了 很不幸 我的父母染上重兵 去世了 我一个人无路可去 想去找你 却没有找到 那个时候 我跟妹妹 已经被老爷子收留了 要不是有她 我们早就不再认识了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 如果没有战争的话 你们俩就结婚了 锦云我不想骗你 当年我是真的很喜欢她 一心想要嫁给她的 好了 以前的事不要提了 都过去了 宋哥 你孩子现在应该很大了吧 我还没结婚 自从跟你定了婚约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喜欢过别的女人 我大家好 导哥 实在是对不住 我抢了你的女人 但我真的很爱他 不可能把他还给你 你可要好好待她呀 如果让我发现她有一点受委屈 我就把她抢回来 我即便是让全世界的人受委屈 我也绝不会让我的老婆受委屈 你妈忙吧 不用管我了 其实你可以留下来陪她 我不是一个不通行李的上司 不用了 我不想妨碍你们工作 注意身体啊 明天再来看你 回家给我打电话 来 送唐太太回家 是 唐太太请 早点休息吧 明天还有正事要办 好的 当年我是真的很喜欢她 一心想要嫁给她的 自从跟你定了婚约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喜欢过别的女人 贝� 那我们晚宅你跟她们一起结婚 我说什么 喃 你也没有又有事 你呐 能不能要做他呢 你呐 你呀 我不是 安安的 在楼上玩呢 那我上楼去找他吧 舒英 我有个事情想问你 唐大哥去哪儿了 少姐一直在找他 他在执行任务 执行任务 什么任务这么神秘啊 现在还不能说 以后你们就知道了 我们就是担心他的身体 他没事就好 放心吧 他现在挺好的 能吃能睡 关键 是心里没了情绪 唐大哥有你在他身边陪着 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你才是他的灵丹妙药 那我先上去了 快去吧 您请 走 走 风车 卖风车 白铃 走 走 你把这些特殊的小朋友 走 手 快去枉头 放开吧 个小朋友 三个小朋友 这就是个风车 你要是个贼啊 得多少人遭殃啊 想要抓贼 就得先学会贼的本事 也是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别说那么多了 你再外部送 我去礼物 好 来 花菇了 香菸 来 香菸 香菸 来 香菸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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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头 怎么了 帮我把那个拿下来 那个 最上面那个 慢点 存折 你怎么发现的 女人的直觉 清乖 来 让一让让一让啊 让一让 清清好吧 让一让 姚中国竟然贪了这么多钱 这些存折都是以阿辉的名义办法的 想要姚中国出来认罪 咱们就得找阿辉替怎么作证 那我们再找找 或许还有别的线索 嗯 等等 不好 有人回来了 老板 老板 唐靖云他们还在里面 要是被撞见可就麻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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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刚买的衣服 怎么就不好看了呢 好 好 何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